翻译成中文就是荣誉的意思 可见这款表当时的地位 所以获得巴黎博导会金奖 这也是意料之中 万表流行力天然书接地气 欢迎大家好 我是刘行丽 新来的朋友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频道 我们这个频道是专门讲万表的 最擅长的是 把高庙复杂的万表 以接地气的方式给大家讲出来 而且我们可以保证 每期至少有一个知识点 所以关注一下我们 我们是在浪秦的 190周年纪念活动现场 它的名字很有意思 叫Bookstore 待会给大家展示一下 为什么叫Bookstore 书店 一个有190周年的钟标品牌 用什么方式庆祝他自己的190周年呢 这东西还真是挺有挑战的 不过看了一个展览以后呢 我感觉浪秦的心思没办法 走咱们看回去 我感觉浪秦这个190活动呢 它这个分这么几个区啊 新艺术 装饰艺术 极简主义 未来主义和后现代 现在我们就是在新艺术展区 这个装饰风格你也看出来了 新艺术 但是呢 在钟表上怎么表现新艺术 给大家看看这款表 这款表呢是浪秦历史上一个获奖作品 1900年巴黎博览会的金奖 大家知道在这个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时候 瑞士钟表的怀表达到了一个巅峰 这个巅峰到什么程度呢 用咱们的话说是高复杂功能和高级做工的天花板 那个时候有几个可数得过来的杰出作品 这些天花板的作品呢 都由一些专有的名词来形容 比如说La Mevias 这款表呢也用了这种方法命名的 它叫La Honome 翻译成中文就是荣誉的意思 可见这款表当时的地位 所以获得巴黎博览会金奖 这也是意料之中吧 说完了新艺术 就开始说装饰艺术了 这款表除了它的装饰艺术造型以外呢 它还有一个意义 从这款表开始浪秦有了满仓机芯 你看这款表是方的吧 它的机芯也是长方形的 后来很多浪秦的南表 也用这种长方形的机芯 这款表呢特别值得意义说 今天就有一个知识点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知道万表它的诞生呢 实际上在18世纪末 19世纪初就已经以手镯表的形式出现了 但是呢大家都在争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款万表是哪块 你心目中一定有这么一个印象 1904年某品牌为巴西飞行家做了那款表 被公认是现代意义上的万表 但是我要告诉你 浪秦的这款表 它比那款表还要早 它是1902年 这款表呢大家都知道它是由小号的怀表改装的 而且呢它在怀表上呢特意焊上了表耳 看起来呢就是一个万表 这种在金表可让焊接表耳的工艺呢 到现在某品牌还在 如果说哪个品牌出了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款万表的话 那么这款表是当仁不让的 未来主义 浪秦的未来主义标款应该是哪些呢 其实我一说你就知道 走后给你介绍一下 浪秦的未来主义万表指的是莲拔 也就是在100年前独自驾击飞越大西洋 这个莲拔呢甚至还跟浪秦联合设计了一款表 就叫莲拔 当然这款表是1938年的复刻啊 很受欢迎 所以连把万表是在复刻的 后现代主义的浪秦是什么样子呢 大家知道很多品牌是以疯狂的创意著称啊 但是看看这款浪秦在1972年设计的万表 跟一个俄裔艺艺术家设计的银壳的皮带扣表 造型响于皮带扣啊 这创意没谁了 这款表呢 它这后现代是怎么表现后现代呢 它的这个表盘的时针分针和秒针 是分别在两个不同的表盘上的 这个呢还是当年的一个专利 这个极简主义太低调了 差点被我们遗忘了 这就是极简主义 极简主义的表里我最喜欢的是这款表 大家都知道啊 在钟表业界有一股竞争啊 就是看谁做出最薄的表 是采用了一种什么方式呢 就是把机芯和底盖整合在一起 才能突破厚度的极限 但是这个理念 当年浪秦已经用在这款表上了 这款表的厚度呢 只有1.98毫米 可以说是当时的世界纪录 造型非常的优美啊 我甚至希望浪秦能复刻一看这个表 这款表上手怎么样啊 我也好奇 可惜不能试带啊 190年的制表历史啊 用这种方式表达是不是也挺新颖的呀 这种展览是不是颠覆了你对浪秦这个品牌的认知啊 把你的想法打在评论区或者留在弹幕里 记得一键三连哦 下期见